亲爱的粉丝网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又是来说个实话 不喜欢的人可以换下个视频了 这几天就有人在网上发布视频说 比亚迪对散电技术散电系统不行 贴这个ESS混动系统不行 布置这个价位太贵了 而且质量还不好 还不如一些23线的新年车体做的好 首先这个比亚迪做这个插混也好 所以存在动静也好 它的技术成熟度还有安全方面 是一流的 知道吗 不是说你这个东西你造出来了 能开就行 你得能经常入开个十年八年五七六年的 能不能出毛病稳不稳定 这是证明你技术的一个稳定成熟 不是说你这些车我造出来我卖了便宜 就OK了 你能不能开个五七六年的开个二十万公里 看看你什么样 还是否再稳定 然后再说 有人说五零的混动非常好非常牛 又这个车体的 咱那非常牛非常牛 而且非常便宜 你这个比亚迪根本就没有那么好 我是在骗人 这是张口就来呀 知道吧 关键是我还看评论区 很多人还在跟风 也是可能是他的粉丝啊 他的这个铁粉啊 撒拉巴基那的跟风 说这些事情 他跟比亚迪能比得了吗 根本比不了的 对不对 就像头些年我们果然的常规的汽油车吧 跟你合制车能比得了吗 比不了 只不说近五年三年咱们国产的常规汽油车吧 像一些品牌 汐瑞啊 吉利啊 长安啊 还有这个哈佛啊 是不是啊 技术虽然确实是有非一样的一个进步 是吧 比一些合制车设施好太多了 那以前可就是不行的 是不是啊 那么你现在有很多新轮车型 刚造车的新司令 就拿比亚迪跟你比亚迪比 比是没有问题的 打热度呗 是不是 但是说你能不能超越人们 这是另一回事 对不对 你同样买过来用过五七六年的 四年八年的 开个二十万公里 你再看看是什么样 对不对 但拿一辆车来说事 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对咱们老百姓是不负责任的 对购买者是不负责任的 对不对 对不对